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時間也是過得飛快 距離當時參與這款內測 也已經是過了半年了 終於到這個時候該面對市場的犀利了 黑色午夜草M 魔法地製造 那正式講這款之前 我們還是得繞繞一些故事 上回書說的XXX 台灣如果沒意外的話 代理商是Garena 這間大家應該也是挺熟了 跟騰訊也是充滿各種曖昧糾葛 而在日本的代理商為本次的開發商 Mig Game Studio 本作還將在今年6月上映劇產版動畫 黑色午夜草M 魔法地之劍 所以廠商也是很聰明的 在這個時間點上架 那雖然過去有講過這間公司 不過這邊還是稍微補充複習一下 Mig Game Studio 成立於2020年10月 本次作品為他們的第一款試水製作 創立初期就獲得了黑色沙漠開發商 Pro Abyss 260萬美元的投資款 而這邊跟維基上的資料有些差異的地方就是 維基上說該公司是由Pro Abyss成立的 但據我自己查韓國的相關資料 以及近期的網路新聞上所述 Pro Abyss確實持有38.14的持股 但雙方其實更像是發行商以及開發商的關係 而在2022年7月 Mig Game Studio 又獲得來自Garena 350億韓元的投資 讓這原本看似複雜的關係 好像又逐漸清晰了不少 而該公司成立的核心團隊 在離開往事前 手上開發最有名的遊戲 就是2019年上架的 七大罪光與暗之交戰 順便提一下 原著的林木央老師 他的高爾夫物語 其實也是蠻有意思的 有種看網球王子的感覺 感興趣的話可以去找來看看 而七大罪手遊 當時就是以高質量的3D建模 跟動畫演出聞名 我曾經也錄坑了一小段時間 而對於原作的還原程度可說是非常的高 甚至不少人評價 遊戲內的動畫演出 是勝過第三季動畫本身的 不過因為經費或者時間成本 導致作壞崩壞 他也不是第一樁了 如果你有常追動畫的話 對這件事也是見怪不怪了 而手遊當時的合成卡牌玩法 也被中國廠商借鑒開發像是貓之城 重返未來1999等作品 但是貓之城在錄板已經徹底涼掉了 不過預計應該還是會像他的其他兄弟姐妹一樣 轉身海外榨乾剩餘價值 而重返未來1999 就等開測吧 雖然在中國送到所謂的水勝 跟一堆人搞的一波節奏 但我個人還是蠻期待他的劇情表現的 而其他最首遊在2020年的3月3號 上線國際幅 創下了極高營收 根據網路新聞報導 當時往時Q1的財報 該款遊戲就佔了當時總收入的12% 將近5400萬美元 而後來往時繼續這波二次元模式 於2021年6月上架的那款 克之國 交錢世界 並且真的成功收割了一波 在短短的10多天出頭 營收就突破1億美元 但那也是最後且唯一的巔峰了 之後就不斷地滑坡 一日不如一日 現在的身世是完全不如當年 各國的營收加起來 還遠遠的不如旗下的劍林來得多 但也沒事 這款即將進軍中國市場了 畢竟那片韭菜田可肥媚了 雖然據說會大改各種課金內容 但看看代理商是誰 騰訊 那怕不是更坑就是網時裡坑了 就看到時候中國玩家的反饋吧 而可能後來有網時發現這條路不可行 想回頭繼續蹭一下上一款七大罪的IP 於是就有了下一款七大罪金元的誕生 預計的話會在明年上架 但究竟能不能複製當年客之國的 彈窗廣告的榮光 以及更有突破性的課金體驗 就慢慢的期待吧 而不知道這次的廠商 也就是當時的開發團隊 有了那過去的成功案例 卻樂觀認為 本測遊戲能突破1000億韓元的收入 甚至可能還超越米哈游 而在我捷告的時候 這款日服IOS端的排名 大概在25名左右 而對比玩法相似 在隔天就排上第三名的崩鐵來講 不能說是差強人意 但也是個望塵莫及了 不過或許會後來居上 成為一匹黑馬也不一定 就讓我們繼續觀望吧 也真希望同行能帶來壓力 讓自選五星成為現實 那就正式來講講本次的黑色午夜草M 這邊疊個假 因為大部分的玩法 我在內特時就玩過了 所以在這邊有花太多時間推進度 來全解鎖了 遊戲類型微劇群像RPG加回合自玩法 主打使用虛幻引擎 但可能受限採用二次元畫風 實際上並沒有感受到優於其他作品的地方 而劇情方面應該不用多說了 大致就是一個不會魔法的熱血半蛋 突然有天撿到槍 開始開掛一路熱血打爆敵人 輸出拳號後隊友看著我 這是非常經典的 友情努力勝利 Jump上常見的王道作品 套路雖然老 但是在好用 大部分觀眾的接受都很高 也不用擔心如果搞了苦行戲碼 如果不受人帶劍怎麼辦 當然我絕對不是在影射那個誰誰 可別誤會我 遊戲劇情方面 繼承了七大最熟的血脈 整體表現非常的還原 重點的場景動畫也都有完整的呈現 並不像其他很多劣質的任版授權 都是省成本靠現有的動畫素材來帶過 而在過場的人物對話上 演出細節也非常的多 扣除掉沒有配音這點 其實做的真的還算不錯了 玩家主要是操作主角來推進劇情 其中也篩入了簡易的探索 釣魚 家園 NPC對話等 新度向的RPG元素來擴充PVE內容 整體相比崩田來講 在內容深度跟自由度上 是明顯弱化非常多的 那外加戰鬥式回合制 大概又能勸退 欸? 好像也不一定 因為畢竟是知名IP 又非中國作品 還有克老特愛的PVP內容 而且很多人想要的劇情跳過鍵 他也有 這點可能反倒是個加分關鍵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戰鬥方面 為於3D人物加回合制的玩法 技能 屬性克制 輸出條等 也是各種老面孔的 玩法上大差不差的 美術在各種細節上也做得非常好 像是待機動作 很生動的靈性 在攻擊與收集上 也會做出不同類型的反饋 角色的技能施放動畫也真的挺不錯的 看上去熱血感十足啊 另外就是戰鬥他會根據劇情跟需求 來限制跟安排角色 這還算是蠻常見的 但會BAN角色這點 我是問問都想不到啊 如果你剛好插拼某個角色 就自求多福啦 像是最早的副本 就是直接索尼的諾埃爾 我都不知道該說是過度的執著 又或者是變相的所配對呢 玩家在使用自動戰鬥前 能在入場做個簡易的設置 把施放的技能鏈優化 但實際體驗上 AI人像個白痴 會一直給那個輸出最低的角色狂疊BUFF 我有時候越看越腦意血啊 另外就是想要抱怨的 這個周回之原本 真的太拖沓 因為大部分的戰鬥都是固定 每回打三波 導致這個自動戰鬥 還是顯得非常的慢 我之前也講過了 這種撥片模式 並不是什麼好文明 單純是利好廠商 而且直接的給予耗電 跟玩家的負體驗居多 但如果你做的像別款遊戲 上限幾分鐘就能清空 或者在多次掃杖上有優化 那也就算了 但實際上又沒有這麼美好 外加每5分鐘回體 假設我是100上限的話 大約8小時左右就能滿了 再來還不算遊戲內送了其他體力 所以一天大概要安排個時間來清兩輪 而我在同時開啟兩款遊戲 一邊打影片文案 烹鐵士已經早早打完 外加每日清空下線了 我還順便打開Niki 把每日跟活動全清完 結果他還沒有打完 真的是挺揍牢的 當然或許這只是早期養成的痛點 未來等戰力高了 或許能快一點 但至少在這開荒體驗上 我自己覺得並不是太友好 另外後期還有一個PVP玩法 不過本職人是前期靠腦力 後期靠超能力為主 如果非克勞的話 後期就不要碰了 而美術方面 人物還原度很高 視覺上比較不會有明顯的落差感 但因為原作本身就不是太賣色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衝著好看角色來入坑的話 只能期待未來有時裝來改善了 而養成方面 角色戰鬥出場或者吃食物可以提升好感度 好感度到一定階段的獲取水晶碎片 還可以透過其他管道 像副本、贈送、長城交換、購買等方式措取 那水晶碎片除了分級以外 還有共用跟角色專用兩種 而在還沒有突破的時候 兩種類型都是能交錯使用的 但如果是吃滿4次要突破的時候 像是R到SR、SR到SSR這樣 就必須使用角色專用的碎片 另外一題就是UR升到LR 是不用再吃額外4次的 所以以一張SS的卡為例 要收到當前最高的LR 共需要4個共用加4個專用 而角色本身依靠自己的好感度 就能免費獲取3共用加5專用 還不算其他獲取來源 所以以長期養成來看 並不算特別毒 而且它的需求是依照角色原本的品級而定 例如你是SR的卡 原本是吃藍色碎片 但不會因為它升到SSR以後 就從藍色碎片變成金色碎片 這點還算是挺優好的 然後這個升階也除了影響等級上限以外 還會影響可裝備的欄位大小 那裝備這個有套裝屬性跟磁條隨機 準備要長時間揍牢了嗎 另外還有個天賦盤系統 最多選6項 主要是用來個人化角色走向 比較偏向PVP的需求 再來就是這個角色武器 雖然原則上只要符合職業就能裝 但如果是角色專用的就會有額外的被動技能 所以其實它變相是個專武吧 你要抽到才等於是角色完全挺 也算是目前大部分的手遊通病了 但可以額外滿足一個技能的機制 其實我是不太喜歡的 但對於克爾來說這點又是比較友好的 再來講課金方面 我當時預測這IP加本身為韓系手遊 10抽大概是9-1000人左右 而通行證是7-800人左右 而實際上的價格是10抽近800元 通行證則是約400元 如果是以內側筆子來交換 其實還是蠻接近我當時的猜想 不過這次便宜了一半 雖然獎勵也縮水不少 但錢包也省了不少 而抽卡方面 內側時本來有一個要340抽 才能觸發的SSR保底 但是它還是要隨機從角色格武器的 超級大魂池裡面抽 現在還是改成200抽就能觸發 不一定能獲取當體角色的三選一 算是有改進 但還是保有一定的隨機性 依舊是薛丁格的保底 完全得靠臉 而提前出貨是不會影響那200抽的累積數的 反正就是要你好好吞石頭 不要亂抽 另外還有這個角色值 滿200抽必定獲取角色 但武器跟角色是放在一起 所以你只能隨緣撈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是韓系守的尿性 或者是挑戰課長的賭性了 而抽到重複角色是給碎片 但因為碎片本身能夠用 外加角色自己能白嫖 這點就算是噁心一半吧 而部分抽卡的機率 也被微服而下修了 廠商苟然是很懂KPI的 一邊讓步又一邊盤算 然後各種當時沒有出現的禮包 跟養成操餐 也是不負眾望的上架了 但假設你都不碰PVP內容的話 這點影響就不大了 畢竟你有大量的體力可以慢慢磨 還有一個算是不錯的點 就是他能白嫖角色 只要在滿足指定條件下 就能獲取 而且是可以不斷拿到的 然後這個角色還可以去拿碎片 實現一個自循環 其實當時在內側的時候 我就有反饋不少問題了 像是PV玩法本身太淺 除了劇情外 很多雙庭場景並沒有被妥善的利用 絕大部分都是服務於戰鬥使用 而且回應我當時的體驗都是在各種周回戰鬥中 玩起來真的非常的坐牢 另外還有就是不要有那個強制上限時間 跟M&O有點相似的活動獎勵 外加卡詞、掛機、配音、部分美術細節、系統bug等 回饋大概10多條吧 而當時回饋的幕僚我也說了 很多問題看似很單一 但其實都是環環相扣的 而回饋本身通常又沒有用居多 可能到公測還是不會變動 結果實際公測了 改動的也真的是非常的少 除了卡詞略微調整外 其他玩起來依舊是毫無差異 也是挺符合我對這些廠商的期望 外加你是誰啊 你怎麼還在這裡 誰准你這個小玩家提建議 乖乖當個免費的遊戲宣傳管道就好 結論 金無足刺 人無完人 事無完備 物完美 這款實際體驗上 是更偏向以韓系MLO概念打造的RPG 比較不太像是傳統的JRPG類型 而如果你本身是不喜歡崩田那種 完全的PVE單機 弱社交 劇情設定複雜 探索內容又太多 又沒有PVE 或其他種種考量的話 那這款在簡化上述內容下 而且劇情能跳過 還能回過優點 外加可以跟其他玩家 激情互動 比腦力 比財力 還能在聊天頻道互相尬廣 外加那1比1復刻的掛機體驗 非常適合有這類需求的人啊 但我現在玩遊戲是比較喜歡自由度高一點 主打一個多元成家的概念 能在短短的時間就能達成墜跌目標 而不是被強制綁架的類型 當然你本身是只玩一款 或者有耐心慢慢掛機的話 讓很多機制也不見得是賭點 必定不考慮PVP的話 也就是那個掛機真的很浪費時間 而且作為以IP授權的改編手遊來說 也算是還原而且還不錯的類型了 並不是套皮後就交差了事 這個各位也可以參考我之前開箱的那些IP手遊 大多數都是災難級別的降臨 體驗上也都是超級糟糕 而在手遊上做剪法 一直都是很困擾廠商的 尤其他們必須考慮KPI 所以廠商都盡可能在養成上加法一大堆 當然還有一些是劍走偏封靠美術取勝的 而怕玩家負擔太多 所以提供各種減負掃檔 也成為現在手遊廠商的一種共識了 但廠商也會保留各種折磨玩家的手段 讓一來一往的減負減了個寂寞 體驗上反倒是負負得正 只能說廠商是懂虐的 而到了2023年今天 這種靠成熟IP雷套現的辦法 究竟還能走多遠呢?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